经历文革以后,现在我们看正好,前我们也分析过这个中共十九大阵营嘛,我也谈过我的观点,我说这个正好现在是五零后当前,五零后往往是实际上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的代际更替里头是文化方面最惨的一群人。 所以呢,他们可能先有很深的自卑感,但是又爬上了高位,这个时候就要不断的给自己用这个学位这种东西来贴金,当然这个贴金也有它的好处,就是一个是因为这个官场的提拔,现在学位的参考是一个重要的参数,就是学位,所以它有这个升迁的资本, 所以这个在官场上,就大家就热衷于去这个搞学位,去学位,去拿假学位,注水学位。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社会评价就高嘛,对外拿出去,这个某某某博士,哪个哪个名校出来的,这个呢,这个从社会评价和社会身份上选择高人一等,这个呢,也符合这些官员们的心态,但实际上呢,我觉得 真正掩饰的东西是他们内心的自卑感,因为实际上,中共是一个逆淘汰的体制,它是一个淘汰精英的体制,越是没有能力的,越是平庸的人,越会提拔。 谢谢。